作为第二批航天员到我自行深舟事发任务 准备了12年的时间 从我当航天员那一刻起 我的初心就是飞天 为什么17年以后我还有飞天 我的愿望还没实现 我的内心还是停留在 我深舟6号回来的那一天 我返回上舱门的时候 我曾经在心里默默地想 我说这么美好的家园 我会再回来的 我都57岁了 作为辈分的那种感觉和滋味体会 它是不一样的 25年唯一一个梦想 坚持去追梦 的确是不容易 在追梦这个路上 我可以休息 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放弃 就像动摇 飞天龙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 就是说细心 细心 自信 所有的训练科目 只要是新科目 第一个训 我第一个 所以我刚才还在说 我很荣幸 所有的这个验证是一样 第一次都在我这儿 邓庆明在我们整个的训练过程中 我听的最多的句话 就是再打一次 他要一定要把这个训练熟了 他才可以放心 短期飞行 中期飞行和东长期飞行 对人的生理 心理技能的要求 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还有六次货物的出场 对航行员的要求也是蛮高的 出舱爬行啊 就像攀岩一样 前几米我攀爬 瘦得很快 但是越往后 体力消耗越大 越难操作 因为毕竟是在外空间嘛 脚下是悬空的 四周是黑漆漆的 会有这种高低温 这个整个的出舱活动 无论是心理上 还是体力上 都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挑战 那个孟天山上去 光科学试验柜就多了13个 设计到好几个领域 所以任务应该说是 工作量是最大的 我们目前设计的 神舟15的每次出舱 最长的一次可能会到上线 就是极限时间 八个小时 它活动的话 我们要整个三个舱上去活动 也就是说 你现在爬一个舱 那么二十米就爬下来了 你现在三个舱 你要覆盖整个前舱 你要两个来回 就是一百五十米 你要爬一百五十米 你看地面走一百五十米 它是两个概念 它的墙路稍微大一点 给神舟14的准备了 还有一些礼物是 我们上去之后展示的 给我们也准备的东西 但是我们不知道 是当时他们带上去的 我们会给他们带一些水果上去 因为他们 他们自从他们的那个 苹果吃完之后 他们的水果的失恋 与日俱增的 我们最后把这个空间站 在我们那个手上 真正的建好 作为一个航天员 二十五年奋斗的 最好的一种奖励 我也很幸福那时候 我觉得很荣幸能赶上这个时代 真心的希望 祖国的航天事业越来越好 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人 来参与到中国航天事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